中国南海战术成功了 菲律宾海警船从仙宾礁落黄而逃 中国已做好后续部署 菲律宾还想再杀个回马枪 绝无可能 欢迎收看严寿军论评 这两天 南海仙宾礁传来了大捷的好消息 在仙宾礁海域游荡了5个月之久的菲律宾海警船9701号 终于落黄而逃了 日前 据我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发文表示 根据卫星监测 菲律宾海警船9701号已经撤离了仙宾礁海域 与此同时 美国海军协会也证实了此消息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表示 根据GPS的船舶定位数据 飞方海警船已经返航 这一消息说明 我们在仙宾礁的战术成功了 过去5个月 菲律宾海警船一直在游荡在仙宾礁附近海域 企图寻找机会 在仙宾礁上坐谈复刻燃岳礁事件 而我们的海警部队也一直在该海域与菲律宾进行对峙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对峙的烈度不断上升 飞方海警船三番五次强行冲卡 而我们的行动力度也在层层加码 到最后 我们直接给飞方海警船来了一招铁桶阵 通过多艘海警船的区域部署配合三艘大型驮船 以及数艘渔船 将飞方海警船给团团包围 从当时的卫星图像来看 就能发现我们采取的是唯一三缺一的战术 三面包围 一面开口 这就是在明确警告菲律宾 活路只有一条 除了离开新闻郊 菲律宾休想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而半个月过去了 飞方海警船果然撑不住了 小马克思政府声称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家文 亲自来到码头迎接9701号海警船返航 并为船员举行了庆功表彰大会 但从网上流出的照片 我们能看到9701号上的船员都是被担架运下来的 据相关消息人士透露 在过去半个多月里 9701号海警船因为没有受到任何补给 船上的船员只能和米粥冲击 到最后纯净水用完了 连米粥都没得吃 在撤离前两天里 船员基本没有任何的进食 所以导致了严重脱水 而之所以 9701号海警船收不到任何补给 那是因为我国海警先后多次逼停拦截了菲律宾的运步船只 把鲜明礁海域围了个水泄不通 夸长一点讲 别说船了 一只蚊子都别想进来 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在不计划冲突的情况下 让菲律宾主动离开鲜明礁 不过9701号海警船是跑了 但小马克思政府依旧在嘴硬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消息称 菲律宾很快将派出另外一艘船只 接替9701号海警船在鲜明礁的任务 而且 9701号海警船在完成了补给和威修后 也将再次返回鲜明礁 继续执行座谈任务 对于小马克思政府的这番表态 我们当个笑话听就行了 鲜明礁局势已经不同以往 不是菲律宾想来就来 想走就能走的了 我们在该海域也做好了后续的部署 完成了常态化的巡航 菲律宾这次落黄而逃之后还想再杀个回马枪 中国绝对不答应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